最近有很多人跟我反映说看多了日本的想整点欧美的 你们平时是不是也喜欢这样来回交替换一下口味是不是 没问题满足你们 今天就整一首美国绝活歌蛇野对上谁呢 加拿大利回王这个名字King of Fawcett 就这个名字翻译过来对吧 利回王一听就很有气势 以后取名字就要像这样有气势 你看蛇野马上表演了一个确认失误 一波失误以后半管水交代掉了 像这种脆皮角色引龙不能失误的 失误就等于是把自己的命给送走了 完了这个利回王肯定看了很多腾撑 想要来一手清拳复合地剑 对对手防住了他也出了 所以他的名字叫做利回王知道吧 就除了利回啥也不会 完了这里刚飞起来直接被一巴掌拍下来了 生龙吃完以后最后一个晕点 感觉是气数已尽的 最后吃了个中角人没了 这个大哥比较喜欢吃中角 利回王表示最后时刻要拼一球 想要起跳来个空间 但没给到这个机会 跳也跳不起来 蛇野在这里是拿下自己的第一灯 利回王虽然是输了第一灯 但是他留下了两个气 这两个气可以搞事情 但他好像有点舍不得 想要攒一个满气的样子 那就由他去吧 蛇野现在也学会了很多这种戴生龙角色的精髓 对手点你一下直接升他 下一次他就不敢再点了 对吧 就点完一次以后就溜了 看看有没有机会 这边选择一个vs 没有用出去 想要出去的话会有点难 加密关引龙应该是比较好关的 这个前中角命中以后 浮空再接一个生龙 中拳点中以后再一个头 马上要晕了 随便在这里也选择EX的旋风来出了个版 一个完美的换位以后来到了墙角 反攻 对手直接奥C 原来他的C是用来逃命用的 没想到吧 这就是利回王的逃跑路线 利回王不计一切代价 要让自己回到一个利回的位置 才能确保自己的优势 好了 那这三个气我们也知道了 利回王是用来出版别用的 真的是大气 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智慧吗 就是要梭哈 直接all in all in 就是一种智慧 好 那现在到第三灯 火波摸到一个奖 放倒了 引龙这个角色 火波看起来很美妙 打中以后人是会倒地的 但问题在于 那个倒地之后是压不到的 所以火波属于一个高风险 没什么回报的招式 玩多了以后 你可能就明白了 为什么引龙这个角色那么弱 这直接奥神龙了 两边血量差不多 要拼一枪了 直接中角 反过来开VT 看谁的VT更加狠 是不是 完全不考虑防守 防守是什么 两个人都在天上飞 你飞一下我飞一下 根本不带停的好吧 现在所有资源飞完了 两个人也表示要歇一歇 不能再飞了 再飞下去可能要出事 完了 蛇眼这个叫善始善终 一开始一个确认失误 打开了局面 最后用一个失误 结束了这一局 不愧是蛇眼 我很欣赏他的打法 这里抓的不错 对手空间落空了以后 力回王直接吃了一套 力回王虽然脚步调整的很好 但力回这种东西啊 终究是在地面的招式 对吧 只要一起跳 力回王马上就变成菜鸡了 不错 这里找到一个机会 后后躲开对手龙爪脚下中掉 直接出门了 那在这边呢 力回王虽然我们展示了三气 有三气的出门方法 对吧 一气有一气的出门方法 反正他的气出门最好用了 这里中拳人点中了 死了呀 这个欧美玩家呢 看到你进墙角啊 都不太喜欢等 都比较喜欢直接冲上去硬干 对吧 无论局势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像他手上是有VT的情况下呢 完全可以等一等的 不用着急 你就看对手会不会给你一个机会 重拳把VT开出来什么的 那在这边选择硬冲一波呢 没冲成 把自己给冲没了 这到枪架位了 直接啊 现在我之前听过啊 有高手跟我说 这个玩意儿 现在很多佳敏是用来骗对手的 我一直以为是失误 那我现在有点分不清 到底是真的失误 还是真的在骗对手 这种事情真的讲不清楚了 怎么跳起来直接按个中角 对吧 对手说不定这个就对空了 对空人会飞过去 好了 现在这边引龙直接交VT了 带的是VT对吧 可以直接往脸上去拍 拍不拍 手上有C的 拍中了人就死了 直接冲脸 冲脸直接拍 这个东西蛮吓人的 嗨 果然拍了 谁也是一个爽快人 能拍的时候绝对不含糊 他现在脑子里满脑子装的 就是我想用这个VS打个拆 结果一个都没打出来 人没了 吃了一发空气 寒恨而终 这VT还没用完呢 我觉得这个时候最难受的 对吧 所以手上有一个VT 还有一发CA 脚摸中一下人就死了呀 但就是死不了呀 就好像你这个打麻将听牌了 对吧 然后你摸了一张牌 该死 炮牌打出去点了 好了继续回到对局 而且被VS直接上脸 就实在人对吧 这个VS好用啊 虽然被防是负二 但你要考虑到我有两个气 我是有威慑力的 你真敢抢 我真敢凹 所以这个VS可以平凡的用来竞胜 挺好用的 就跟那个肯差不多一个概念 对吧 这个VS飞过去 然后给你逆二则 那这个毕竟同门师兄弟 会点一样的绝活也很正常 EX神龙倒地进墙角了 最后一发 擒攻击擒攻击擒攻击 好的 这种连续的前走擒攻击 是对于对手的一种精神打击 知道吧 对手虽然不会被打得很痛 但是心里会很烦躁 凭什么一直都是你的回合 现在力回王有说法 怎么说 最后的这一点血量 还有一发VT在 有没有反抗的机会 力回王不想跳 跳了觉得自己没有优势完了 他又吃了一发中角死了 他是有多喜欢吃这个中角 当然这个中角是蛮强的 也算是引龙的一个力回招式了 对吧 力回绝招 用力回绝招打败力回王 力回王这里不错 表示自己不仅仅只会力回 还会确认 这一手确认打掉了自己四分之一的血量 确认的不错 下次不要再确认了 加总条打了一个手招 EX直接凹 可以 谁也很看自己占到一点便宜 那这个时候力回王肯定着急 对不对 又失误出现了 那肯定要急着证明自己再来一次 所以这个点凹特别的好 这里 这个空间有点迷惑性 看起来是个逆向 实际又是个正向 完了 插出自信来了以后 失误了 失误以后 这里赶紧开出VT 又被一巴掌拍死了 完了 力回王两巴掌吃下去以后 隐恨了 隐恨了 但下一局又有三格器了 这三格器呢 可以用来出版边 这是绝妙的三格器 看一下力回王怎么来用 我对他的三格器很期待 好的 上来就想重拳生龙打CA全 我看出来了 他有这个意图 但是失败了 距离不够 力回王对于距离感 还稍微差那么点意思 可能也只能像马狗一样 自称是神了 好 回到这个队值 力回王重新重振旗鼓以后 又吃了一发确认 非常的糟糕 这应该是复合的 直接原地在那边打就行 那自己撞上来就撞 下中掉 好的 他这次选择了卖雪加能量出这个版 出完这个版呢 自己的寿命也差不多了 该去了 直接吃上一个中角 力回王在每一灯的结束 都会吃上一个中角 不愧是你 哪怕是输 我也要输在力回的招式上 好了 那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呢 就到这边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收看 当你看到这个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 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